台海军所为敦目舰队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目前已有27例确诊病例 形成这个防疫破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随着更多信息持续披露 岛内舆论直指蔡英文才是始作俑者 民进党方面千方百计为蔡英文设下的防火墙 能挡住外界质疑声浪吗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忠 唐湘龙为您全面分析 台行政机构的新版纾困预算草案 21号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闯关 蓝绿各自寄出甲级动员令 绿营凭借习次优势强行通过 新版纾困特别预算一口气增加2100亿元新台币 并且没有指定用途 民进党团如此设置空白授权究竟是何用意 台湾时事评论员张亚忠 唐湘龙带来深入解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第二次回应有关台湾的话题 强调疫情资讯最早有武汉提出 台湾并没有通报有人穿人现象 如何观察谭德赛这一回应 谭德赛同时警告称 如果没有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团结 最糟糕的时刻就在我们前面 谭德赛何出此言 如果他口中最糟糕的时刻出现 将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时事评的袁叶海林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无用酒 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小丽 我们来看新闻 日前香港警方拘捕黎智英 李柱明等涉嫌组织及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的人员 而民进党当局和所谓台独分裂势力 借机指责炒作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香港警方对涉嫌组织及参与 未经批准的集结者 依法采取拘捕行动 体现了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 民进党等所谓台独分裂势力 借机指责炒作 颠倒黑白 再次暴露其 插手香港事务 谋取政治私利 企图分裂国家的台独本性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政治操弄香港事务 不得人心 搞所谓台独和任何企图 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 是不会得逞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21号宣布 台湾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都是所谓敦目舰队成员 群聚感染 累计27人 民进党当局此前一直宣称的防疫神话 眼下备受质疑 而国民党及民代吴思怀指出 所谓敦目舰队在疫情期间 还到海外出任务 百分百是蔡英文牌版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1号宣布 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都是所谓敦目舰队成员 该舰队目前累计27人染疫 台湾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达425例 据台军医部门清查 航行期间 磐石舰上337名官兵中 有148人曾向医冠求诊226次 其中有5人有发烧记录 并有多人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头痛 晕传跟肠胃不适等症状 5位里面有3位检测出身体 已经是有出现抗体的状况 代表着说已经有出现 先前有感染 出现发烧的时间点来看 其实是落在3月21号到26号之间 对如此之高的就医记录 外界高度质疑 难道台军方事先完全不知情吗 有这种所谓的疑似染疫的讯息 我们是没有收到 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指出 台军方的解释如同挤牙膏 让人怀疑是否隐瞒官兵染疫情势 或者是舰队在刻意隐瞒海上所发生的事 而台军方却未察觉 我觉得这种被挤牙膏 结果摧毁了自己的社会信任感 这个是可惜 但是真的是活该了 处理的不好 20号蔡英文也在脸书上 要求台军诚实以对 不得隐瞒疫情 然而岛内舆论质疑 到底是谁同意所谓敦步舰队 在疫情期间还到海外执行任务 尽管台防务部门声称是自行决策 但国民党今民代吴思怀却不这么认为 批示之后一定会在军事会谈向报告 是100%知情而且同意 所以这个出航的决策 最后拍板同意的一定是蔡英文 有点割袍断义的问题 要用你的时候你好好去表现 不要用你发生事情了 马上切割 就是撇清就是你的错 我们来看下一条 台海军所谓敦目舰队盘石舰远航反台后 爆发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成为防疫大破口 台陆军退役中降 中国国民党籍不分区民代吴思怀 早在磐石舰远航前 就向海军方警示 要注意船舰感染的高风险性 岛内网友纷纷赞叹吴思怀是先知 一扫之前的负面抨击 但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却依旧和吴思怀保持距离 20号召开记者会 批评台海军染疫事件 党团也没有邀请吴思怀与会 我们的敦目舰队现在出去 到目前为止非常平安 也到了帛琉 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 要求我们的敦支 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 如果有确诊案例 我们的下一个港口 要不要有应变计划 国民党金民代吴思怀 3月30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 就问到潘石舰的防疫状况 现在我们都一切安全 都是平安的 人员都经过相关的检疫作为 确定人员健康我们才出去 如果有 我们不具备美军这种空中撤离的能量 这个应变计划有没有 有 因为我们目前没办法确诊 如果说他有上呼吸道 或发造症状 我们会在船上做隔离 有确定我们有安排隔离区 不管吴思怀怎么问 台军方都信誓旦旦表示 舰队防疫没问题 结果没过几天 反台的盘石舰就爆发了 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对于吴思怀的表现 此前不少虚吴思怀的台湾网友 这次大赞吴思怀神预言 据报道 吴思怀从去年进入 国民党不分区民代名单开始 就被绿营以抹红方式 攻击到体无完肤 连正式进入台立法机构成为民代 范绿阵营也不放过他 只要找到机会就围攻谩骂 这种状况 对于国民党中央 和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来说 都不是好事 甚至江启晨上任党主席时 国民党内也兴起一阵 要把吴思怀 踢出不分区民代的声音 江启晨选择使用较和缓的方式处理 先和吴思怀肯谈 交换意见 并强调要定出一套民代考核机制 才让风波烧歇 而吴思怀也拿出责善固执的态度 虽然不在台立法机构外事防务委员会 但仍坚持自己的军事专业 只要外事委员会有质询 吴思怀一定到场提意见 盘石剑染疫事件就是一例 吴思怀的此次表现 虽然一扫之前的负面抨击 但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却依旧和吴思怀保持距离 20号召开记者会 批评台海军此次染疫事件 党团明明没人比吴思怀更专业 却硬是没邀请他参加记者会 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演播室 客主把谁交给你 好的小丽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台海军所谓敦目舰队官兵 染上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越爆越多 这到底会给台湾的防疫工作带来多大的破口呢 形成这个破口的主要原因 您认为是什么 因为上个星期六第一时间爆出三例 他在说原来敦目舰舰队呢 出去又回来了 其实如果不是爆发 已经没有人注意到 因为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训练模式 他每年在这个时间 大概就是台湾的海军官校呢 就应届变成要毕业前的 一次像毕业旅行一样的实习活动 好回来之后呢 星期六三例 到了星期天更不得了的 星期天一次呢 摊开了21例 总共24例 今天我们节目录影的时候呢 再增加了这三例 已经是27例 光这条船上 那只有27例吗 不会 这三艘的军舰呢 700多名士官兵呢 分别在三条的船舰上面 其实更密集 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都紧紧的窝在那个船舱里面 目前这三条船700多多个人 如果最保守的估计 如果有70几个人染疫 大概不太意外 而更糟糕的是说 这条船 这三条船从出去到回来 台湾的防疫指挥中心都不知道 他所曝露出来的问题 就是说 从头到尾 军方根本就不在 防疫体系的范围之内 这三条船上的这些呢 这些的军人 这些军人 靠岗六天呢 经过简单的盘检之后 通通都放了 他们里面有很多 其实在船上就知道有状况了 在船上 就已经有许多人找医官 最少有五个人 已经有发烧的症状 有许多人有咳嗽的症状 医官总知道啊 可是靠岗了之后 六天的时间全部都回家 回家了之后呢 分别呢 在台湾最少十个县市 几十个景点 跟家人跟女朋友 都相处过几天之后 好了 有确诊 全部在都在招回来 时间来不及了 当台湾的疫情 随着国际疫情的升温 台湾形势上面来讲 把台湾的防疫体系 从所谓的二级开设 提高到一级开设 一级开设已经是最高级了 可是当你提升到 一级开设就表示 他基本上的情况很复杂了 一级开设 最少要到行政部门首长 苏贞昌以上的层级 甚至于到领导人的层级 可是为了大家 没有人想要去躺这个浑水 没有人想要去背这个锅 所以就觉得 那就继续让陈时中去吧 所以当你陈时中 继续当指挥官的时候 你想指挥权 军事的指挥权 陈时中管得到吗 管不到啊 所以陈时中根本就不知道 军方在做些什么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破口 所以今天去怪军方呢 也没有道理 因为其实 平常防疫指挥体系 没有人在关心他们 军方的口罩 缺货至严重 平均 每个士官兵 10天才能配到一个 因此他们在 在帕劳下船的时候 一开始军方还说谎 说他们下船都有戴口罩 鬼类根本没有 所以事后呢 染疫在哪里染的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在船上的疫情呢 就是爆发了 爆发了之后今天呢 军方因为它是个指挥体系 向来逆来顺受 你要去怪军方是最方便的 军方绝对不会出来跟你顶嘴的 因此大家就把责任 往军方身上推 准备要追究要惩处 可是这件事情 军方真的要承担 这么大的责任吗 在这波疫情爆发的过程当中 全世界许多的case都告诉你 有三个族群最危险 第一个监狱 第二个呢军队 第三个是教会 已经都告诉你了 结果反而没有人管 这件事情你要去怪军方吗 我其实是对台湾的军方 跟军人非常抱不平的 我们看到现在蔡英文 也是要求台海军 要向社会致歉 不过呢 岛内舆论就指出说啊 这个蔡英文才是始作俑者 现在随着事件的延烧 您认为民进党方面千方百计的 给蔡英文设下的防火墙 有用吗 我想我们了解这个敦目舰队 他要去出访 他绝对不是一个海军 单方面的一个决定 他包括台湾的防务部门 更重要是涉外的部门 所以整个联系的话 大概三个月 甚至半年以前就要做确定了 所以他这次出去访问 敦目舰队出访问 一定是高层经过拍板定案的 可是我们知道说 其实敦目舰队出去 大概是三月初 可是三月的时候 其实刚刚也谈到 他已经进行了一级防疫了 那包括全世界 也出现非常大的危机了 包括几个像钻石公主号 整个在船舰上 其实感染的程度是非常大 这个时候 整个敦目舰队就应该不要出去 可是在这个情况下 敦目舰队还是出去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是没有人扮演阻拦的角色 那这个谁要负责 当然是最高单位要负责 就是蔡英文 这一次我们的指挥官 算是只有陈诗中 但是他其实要承担这么大的 以他一个卫生署长 其实不够的 可是为什么会做到 其实民进党在做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早就设下很多防火墙 就是让陈诗中去第一关 那这次出了问题 就把责任推给这个军人 要他们去承担承 可是我们到了最后来看的话 那当然毫无疑问的 这是政治决定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去惩处所谓防务单位这些人 在某种概念上 的确他有好像是欲盖弥彰 转移这个移植 转移焦点 但是我相信 如果说在野党的力量够强的话 而且随这个疫情逐渐的加温的话 我觉得这些人 他必然要经历台湾老百姓 一定会提出一些质疑的 所以我的看法说 他能不能够逃到这一关 我觉得从旧理来讲 他应该已经要负责了 只是现在看这个反对党 跟我们的舆论 能够压到什么的力量 而民进党现在一定做好 所有的防火准备 把责任先推给军方 然后再推给所有该负责的人 他自己就整个就跳过去了 如今台军染疫 在发生后续的推诿责任 恐怕将会掩盖防疫破口信息的透明度 进而造成更大的缺口 台军如何亡羊捕捞减灾 显然到目前为止 蔡英文和台防务部门 都还没有给出令台湾社会满意的答案 这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台行政机构打算追加 2100亿新台币的纾困预算 21号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闯关 蓝绿缺乏共识 各自祭出假机动原领 最后民进党团凭借席位优势 三读通过纾困预算草案 据报道 台立法机构21号上午审查纾困预算草案 民进党团人数又是明显 但国民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全部穿上印有国民党标志的上衣 来到一场备战 国民党团支持的是有效的纾困方案 现阶段的纾困应该是要排付发现金 那这时候发现金 民众大部分都会存起来 根本没有办法带动经济的发展 蓝绿双方各唱各的调 国民党团希望实施排付条款后 发放1000亿新台币的现金 另外把纾困预算上限定在3100亿新台币 但民进党认为经费在2100亿新台币外 还可以看状况再追加2100亿新台币 被国民党质疑根本是空白授权 现在进行广泛讨论 请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 蓝绿党团都祭出甲级动员 但民进党团在习次优势下 最终强势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 台行政机构砸下超过110亿新台币 说要用作帮忙纾困的酷碰券 还没上路就先吵翻天 因为民进党当局限定 只能用指定厂商做电子支付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批评 台湾民主党认为 蔡英文说酷碰券是振兴不是纾困 既然是振兴就应该雨露均粘 而非独厚特定厂商 有设定一个门槛就是要 整个会员数要达100万户以上 才符合 所以这个相对来讲 排挤掉很多我们现在目前 实际在使用的 包括可能现在的 像我们最常用的Apple Pay 信用卡的这些部分 那悠游卡一卡通 甚至我们新上路的悠游付 而现在这个案子感觉上是 政府花了将近八九十亿 给某一个特定厂商去盖公路 公路盖完之后送给这个厂商 让这个厂商上上面做运输业 甚至做各种商务行为 这个其实真的不太合理 而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之前也抱怨 酷碰券摆明要干掉悠游付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在收集意见 作为滚动式检讨的依据 民进党当局强调 持续结合各方意见 在做滚动式的改变 但台湾民众党及民代蔡壁如表示 台经纪部门想要顺便推动 非现金社会 其实有很多渠道 现在用民进党当局举债 来独厚少数电子支付平台 充用户数 恐怕本末倒置 民进党当局也不应该设下高门槛 图立特定业者 国民党团草案在民进党团的人数优势下 全面遭到了否决 而通过的方案当中 采纳了民进党团的动议 加码把纾困特别预算 一口气拉高到了4200亿元新台币 比起原先的2100亿元新台币 多了一倍 而我们发现这个多出来的额度 并没有指定用途 等于是一个空白授权 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 那民进党团为什么要设置这个空白授权呢 好吧 我们了解一下台湾的所谓的民主政治好了 什么叫纾困 纾困呢 从政客的眼里看起来呢 就是发钱 就是发红包 就是很多人需要我帮忙 那我可以帮他 我给他钱呢 他会记得我是我给他的 那如果今天呢 在立法部门里面 你国民党是居多数 那纾困方案当然照照我的过 但是如果你国民党就是少数 纾困的钱是我行政部门编的 到了立法部门 难道都让你国民党去收割吗 当然不可能啊 所以我当然先把你全部都否决 否决了之后呢 把里面的几个呢 几个核心的项目 做一些数字上面的修改 变成是我的版本 好 那民进党通过这个版本 他会说4200亿要怎么用 管你怎么用 这种的4200亿的金额 用那个数字去麻痹人民 就是呢 你们不要担心 等疫情过了之后 我会有一大笔钱砸到你头上 你就准备呢 接我丢过来的钱吧 让大家觉得呢 后面的那个危机不是这么大 那个第一个 他就是妄媒止渴啦 老实说 到底最后是不是 4200亿都发给你 谁谁晓得 所以他一定一开始呢 就开始了画大饼 没有任何的戏目 没有任何的做法 开出来可以把你挣住就好 让你觉得我们就有钱 我举个一个最粗俗的例子 你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公司行号 大家怀疑呢 他的资金的周转有问题 他快倒了 你看到那些的老板 或者金融单位怎么办 我就把一大堆的现金的 摆在我桌子上面 让你看到 你看我这么多多钱 你担心什么 对啦 很多人说 你看他钱还这么多 我们干嘛去那挤啊 他没有事的 那种就是在精神上面来讲 先把你挣住 至于你欠你后面亏了多大的窟窿 是不是你摆在面前 这些钱能够补得平呢 没有人知道 政府在做的就是这件事而已 台行政机构计划推出的酷碰券呢 我们也发现啊 它只限定在几家的店铺平台来使用 这是在独厚特定的厂商吗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台行政机构计划推出酷碰券 打的旗号是刺激消费振兴经济 但是外界发现啊 这个酷碰券呢 只限定在几家电商平台来使用 这是在独厚特定厂商吗 民进党当局类似的纾困的做法 您怎么看 我们把它简单归纳的话 纾困大概有几种方法 第一个最简单就是发现金 这个每个老百姓都喜欢 因为现金的话 我自己可以完全的操控去使用 纾困它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促进经济的快速流通嘛 因为经济上你的交易越多 它其实产生的效益是越大 第二个呢 是给这些需要的人 就是比较需要的人 那现金呢 基本上它达到第一个效果 可是第二个效果 万一你不把钱拿出来 或者有钱你要不要给它 所以现金它存在有问题 还有一个现金存在问题是说 你政府现在的现金的数量 够不够 会不会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金融的一些危机 所以这就是发现金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几个地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消费券 就基本上呢 我给你一个东西 但是你不限任何的厂商 你可以把它花完为止 那政府呢 也可以在这个情况下 争取一点缓冲的时间 就像一个支票样子 它有三年到三个月到半年 或到一年的时间 它可以去慢慢消化 这个消费券 那消费券的好处呢 就是它等同于现金 但是又不是现金 但是它等同于现金 可以到什么商店去买 那扣碰券呢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最烂的一种纾困方法 为什么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你可能买个一千块的东西 那扣碰券可能只割个25% 所以你自己还要准备750块 假如我们纾困的目的是 在帮助这些需要帮助人 它现在本来就已经没钱了 你叫它去买个东西 还要先花个750块 因为它这个扣碰券 它最多只有25% 所以那请问一下 它怎么去买东西呢 第二个这个扣碰券 那我到底是向哪些店去买的 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政府还没有把这些店名 都拢出来 那这个店名到底是因为 跟你民进党关系好了 还是这个产业工会的力量 比较强呢 我给它纾困 这扣碰券可不可以拿来交学费呢 这个问题扯不清楚 所以扣碰券的话呢 又其实在不好来讲 又增加了很多行政单位 它去筛选的东西 当你从表面上 行政单位权力又更大了 对不对 你要能够在这个扣碰券 那你必须跟我走在一起 所以你看看民进党 当时是在批评国民党政府 所谓说你为什么不发现金 还发个消费券 讲来听见最好是发现金 其实是消费券 最差就是coupon 就是所谓的coupon券 可是民进党现在选择的coupon券 而且现在整个方案 还没有弄出来嘛 而且发的话 等到4月底5月初才开始发 说疫情快结束以后再来发 可是现在大家就已经生活有问题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民进党他选择一个 其实我们纯粹从学理来讲 他其实选择一个最坏的一个东西 他不只是没有办法 达到纾困的目的 而其实也让一般人 失去了被需要纾困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民进党做了这个决定 的确对于台湾的普通民众来说 经济成长率适正还是负 数字到底是多少 那都是黑板经济学 根本就不能够呈现 他们真实的生活困境 民进党当局 切莫在把弄这些数字花招 自我安慰了 毕竟台湾民众的福祉 才是他们最应该放在心上的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小丽 好的 谢台北演博士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第二次回应有关台湾的话题 强调疫情资讯最早有武汉提出 台湾并没有通报有人传人现象 如何观察谭德赛这一回应 谭德赛同时警告称 如果没有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团结 最糟糕的时刻就在我们面前 台湾方面未通报有人传人现象 这是谭德赛在4月8号称 台湾地区对他人身攻击后 第二次回应台湾议题 此外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谭德赛呼吁世界团结起来 共同战胜新冠疫情 他同时发出严厉警告称 如果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不团结 最糟糕的时刻就在我们面前 民进党当局近日大肆炒作 台防疫部门曾于去年12月31号 向世卫组织发函 试景新冠肺炎病毒可人传人 而世卫组织未向全球公开这项信息 当地时间20号 在日内瓦记者会上 当法国媒体提问相关内容时 谭德赛对此进行澄清 台湾没有报告 任何人到人的交通 这必须清楚 疫情发生以来 民进党当局自以为紧抱美国大腿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操作所谓的以疫谋睹 在美国白宫将自身的防疫责任 甩锅世卫组织后 紧随其后发动网军 围攻谩骂世卫组织 甚至不惜对谭德赛展开人身攻击 然而讽刺的是 他所依赖讨好的美国 早已成为世界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1号下午4点38分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78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4.2万例 当地时间4月2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例行疫情简报会上表示 预计将有5到6万的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 而这一数字低于此前预测的水平 他还补充称 如果我们不采取目前的措施 本来会有100万人或200万人死亡 甚至更多 特朗普在表扬自己的同时 还不忘将责任推给美国各个州的州长 针对重启经济所需要配备的检测能力 20号特朗普在会上 点名批评马里兰州和伊利诺伊州两位州长 称他们对联邦政府提供的新冠病毒检测服务不了解 也没能充分利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评论称 特朗普试图把病毒检测责任推给州长 这一策略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自己 而将责任甩锅给别人 这对美国白宫来说 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 各州州长 奥巴马政府 世卫组织以及中国等都是白宫甩锅名单上的常客 对于如何抗击新冠疫情 美国不仅内部分崩离析 更无法做到与世界团结 无法做到与世界团结 我们不能 当理时间20号 谭德赛发出警告称 将新冠病毒政治化 可能只会进一步加剧疫情 不要把这种病毒作为相互对抗 或者赢得政治得分的机会 这很危险 就像在玩火 相关的话题 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叶海玲先生 世卫组织总干事 谭德赛第二次回应有关台湾的话题 强调疫情资讯最早是由武汉提出 台湾也没有通报 有人传人的现象 那么您如何观察 谭德赛的这个回应呢 民进党当局利用疫情做的这些政治表演 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应该表示鄙视 那么至于说 被台湾试图来操纵和做政治筹码的 世界卫生组织及总干事 谭德赛先生就更有理由感到愤怒 面对疫情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是我们能够战胜疫情的一个基本要素 而问题在于民进党当局在整个疫情期间表现的是不断的试图把疫情政治化的问题 那么而且要利用这个疫情给自己所谓的谋求国际空间做这个铺垫 那么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谣言的版本 那我想对于这个全球协调抗议负有特殊责任的世界卫生组织 对此自然是非常不满 而且是悲感愤怒的 尤其是那么台湾岛内少数人 包括这个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治人物 把对世卫组织的不满上升到了这个种族主义 甚至人格攻击的地步 那么这个就已经是突破了现代政治的底线了 这个是就是现在台湾政治的一个低劣生态的表现 但是把这样的声音拿到国际上来 那么在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污蔑和诋毁 那么这就是挑战了现有的国际体制 挑战了现有的联合国秩序 我想这样的言论和声音是应该受到 不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谴责 而且是任何一个有志于 抗疫这个现在的新冠疫情的抗疫斗争 那么关心人类的共同福祉的人都应该表示鄙视 那么谭德赛同时警告称 如果没有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团结 那么最糟糕的时刻就在我们的面前 那么为什么谭德赛会发出如此严厉的警告 如果他口中的最糟糕的时刻出现 将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呢 疫情在全球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爆发以后 那么我们看到国际抗疫合作 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个方向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 这些关心全球卫生的国家 那么有能力的去输出自己的产品 提供相应的服务 包括派遣医疗和检验检疫的相关人员 那么派遣防疫的专业力量去帮助别的国家 这是一个朝向共同战胜疫情的方向 做努力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那么另外一条道路则是把疫情政治化 明显的感觉到 在最初就是欧洲国家陷入恐慌的时候 他们顾不上这个操纵政治话题 顾不上去抹黑甩锅别人的 那个时候的国际抗疫合作还能开展 而现在相当一批的欧洲国家已经可以认为 自己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疫情虽然遥遥无期 但是以美国目前的这个状况 应该说美国政府也现在从最初的慌乱状态中摆脱出来 那么他们去玩弄政治手腕 去这个利用疫情去输出意识形态 去诋毁别人的这个念头 就变得格外的强烈 这个动作也格外的强 所以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认为 如果全球不能够通力合作 那么最黑暗的时刻就会到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到 那么在疫情出现转机的时候 很多国家不是抓住机会去加强合作 去彻底解决问题 而是利用这个喘息的窗口 他们试图去撇清责任 去这个甩锅给别人 甚至于说要把疫情作为一个政治的筹码 那么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现在出现的这个时间窗口很快就会被浪费掉 而人类就会面临疫情的更强烈的反扑 我想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局面 世界卫生组织看到了 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也看到了 如果我们不能通力合作 任由西方国家去把疫情政治化 甚至于说利用疫情去搞这个 去试图强化西方的霸权的话 那么将来我们在这个夏天之前 可能会面临疫情更严峻的挑战 那么会遭遇更严重的反弹 我想这样的一个局面实际上是任何人都不应该希望看到的 好的 谢谢叶海玲先生 我们稍后再来请教 下面是广告时间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小丽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20号就新冠肺炎疫情召开视频会议 普京表示 俄罗斯整体上完成了应对新冠疫情第一阶段的任务 但疫情高峰尚未到来 在提及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合作抗疫时 普京以中国为例 称已通过各种渠道收到了1.5亿只来自中国的口罩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21号下午4点38分 俄罗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万例 而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20号消息 近期约43%的新增病例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据悉目前在俄罗斯学习和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和商人超过20万人 经中国驻俄大使馆协调 莫斯科市内的专业机构已开始为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随着俄罗斯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 确定人数持续安升 很多在俄的华商受到影响 而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目前在俄的大部分华人都能够在目前所居住的城市 严格遵守俄罗斯政府的居家隔离规定 此外经过使馆的协调 莫克市内的很多地区的专业机构 开始为中国公民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与医院的华人可以通过扫描使馆 提供的二维码进行预约 连续来的驻俄使馆在侨团商会的大力支持和提出下 也是为俄罗斯定位的华人华侨刘创 申发防疫健康包 将包括口罩中药香囊抗病毒药品等防疫物品 送到华人手中 中国驻俄使馆也在不断地筹集防疫物品 继续向有需要的理由中国公民发放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号的视频会上表示 病毒还在俄罗斯继续蔓延 而且情况十分复杂 传染病专家预测 疫情的高峰即将到来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措施 来应对疫情平台期的巨大挑战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正在加大生产防疫物资的脚步 在3月初 俄罗斯每天仅生产120万只口罩 到4月底 产量将提升到每天350万 而在不久的将来 每天将生产750万只口罩 盘级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防疫合作话题时 普京特别提到了中国 表示 当中国在2月份遇到困难时 我们送过去了200万只口罩 现在我们已通过各种渠道 收到了1.5亿只来自中国的口罩 除了口罩 普京还提到了中俄在防护服 等防疫物资上的合作 并表示 一定会继续开展这种合作工作 好的 相关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叶海林先生 那么据您观察 俄罗斯抗疫现阶段 面临一个怎样的挑战呢 那么这个普京也是特别强调了 与中国的抗疫合作 那么这又透露出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现在俄罗斯的疫情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看到它每天以几千人的速度增长 虽然俄罗斯现在的医疗体系 还在正常的运转 从这个俄罗斯公布的死亡人数上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医疗系统仍然没有被击穿 仍然在有序运行 但是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俄罗斯现在第一步 只能说是做到了把这个抗疫的设施 措施和相应的一些这个物资 尽量的准备出来 那么对全国的疫情的爆发 有一个相对较为清醒的认识 但是我想这个真正战胜疫情 所需要的后续的步骤还很多 那么俄罗斯医疗系统所面临的压力 还没有真正到来 那么俄罗斯为什么高度强调和中国的合作 我觉得从这个以往的经验当中 也能感受出来越早进行准备的国家 越对这个病毒的危害 有清醒认识的国家 越不抱有躲过去的这个幻想的国家 在疫情袭来的时候 应对就能够用越充分 那么俄罗斯有它这个在前苏联时期 遗留下来的这个社会卫生体系的底子 但是呢毕竟物资储备 包括它的这个医疗物资的生产能力 现在都相对不足 那么及早的和中国开展密切的合作 那么包括从中国引入 主要的这个就大量引入 抗疫的一些基本物资 尤其是给医护人员提供的防护服 我想这是对未来战胜疫情非常重要的 那么欧洲国家的一个惨痛教训 就是在医疗资源迅速被烧穿之后 那么死亡率明显上升 这样的一个局面 从俄罗斯目前的抗疫设施来说 它还是有可能避免的 那么只要做出充分的应对 确保医疗系统的这个平稳运转 不给它施加过大的压力 那么俄罗斯也能够这个像已经摆脱疫情的 这个应该说摆脱疫情最严峻状态的中国那样 去战胜疫情 我想但是面对现实 做出充分的准备 总是这个所有的步骤当中最基本的一个 好的 谢谢叶海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家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家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博TV 那么今天的海家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